第十一天主要学习了和list有关的一些methods 包括如何在list里面增加一些元素 或者是插入一些元素 以及如何对list进行排列 然后包括有大到小或者是倒序 我觉得这些方法使用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学习的过程中也是蛮有动力的 当然它里面介绍的一些算法的时候 我觉得就太细节了 在十一天的最后 它还介绍了一个跟list密切相关的概念 叫做slice 简单来理解就是复制 copy 在第十二天的时候 我完成了对slice这个项目的学习 然后做了一些相应的练习 它的概念我很清楚 但是逻辑上有些时候还是有些复杂 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了新的内容 list in list 这部分内容我只是完成了概念的学习 还没有进行练习 所以对很多它的语句不是很理解 这也会让我有一些困惑 另外的话就是现在多多少少感觉 学习进入了一种疲惫的阶段 学的知识 特别是今天的内容 非常细节 跟我实际的数据分析是有相关的 但是没有让我觉得 对我十分有帮助 可能是它讲了太多的细节的内容 就会太琐碎 所以整体来讲 第十二年的学习体验不是特别好 看看第十三天会不会通过具体的例子 来让我加深对list in list这一部分内容的理解 第十三天的一开始 我继续学习list in list 前一天学习了前面的概念的理解 我本来预计今天会做一些lab 结果没有 它只不过是做了更多的例子 接下来就开始完成module 3的quiz和task 这两项的测试其实都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和顺利 我的quiz是百分百通过 然后task是正确的百分之九十 这个测验其实有增加我的学习的愉悦感 因为它会让我更加有信心 更加有能力感 接下来就开始了module 4的学习 module 4最开始是了解function 学习function的写作规则 接下来就应该学习如何完成自己的第一个function 非常期待第十四天的学习 第十四天还是继续学习function中的一些概念 包括它的参数是如何设定的 包括它的positional keyword arguments的规则 然后后来它还介绍了return的这个概念 在function中是如何体现的 还有一个non-value 出乎意料都是第十四天我并没有做任何的lab 所谓的第一个function的练习也只是去试图 理解它所给出的一个function书写的例子 第十四天的学习其实稍微有点疲惫 因为我白天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要去忙 所以弄得很晚才开始Python的学习 然后整个精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但还好还坚持下来了 第十五天的核心词就是练习 在第十四天中我没有做的lab 在第十五天中开始不断的出现 主要是熟悉一些编程的思维 它的练习其实跟现实生活的数据分析 没什么相关 比如我还记得有一个function是 关于单位之间的转换 像我们平时开汽车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数据是 在美国就是每加轮的汽油可以跑多少英里 那么可能在中国的时候 更多的是会去用每升汽油可以跑多少千米 然后在Python的练习中 就是如何写一个function来进行 这两种计量模式的转换 但我还是觉得整个今天的学习 对我的实际数据分析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